多倫多約克大學聯同Seneca學院昨天宣布 以選定萬錦市為新婚校的所在地 約克大學預計在五年內完成興建婚校的工作 婚校可容納五千名學生 而在二十年內學生人數可增加至一至兩萬人 隨著約克大學這個決定 有地產經濟預期該市的房價中會上揚 因為約克區有從小學到大學一整套教學體系 更多家庭會選擇搬來這個較為完善地區居住 他認為新校區的獨立屋和製屋較多 由於居民多數較為富裕 相信不會因此而出現分中屋的情況 反而更多有子女的家庭想要搬來 會促進這裡的物業價格